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戴马sir 喂,萌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我们就说说如果阿琛上台 大家知道其实阿琛上台 可能有个地方的台湾地区都害怕的 因为这个台积电 要他交保护费 另外对于有些最喜欢研究 一些迷案、大案、奇案的人来说 反而是 可能对他来说很有兴趣 原来特朗普 接受是知名 网上播客的节目 就叫做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访问时 如果我当选总统 历史上 两大奇案 我就会解密 这么厉害? 哪两大奇案呢? 第一 就是 JFK 约翰甘乃迪 就是前总统被人行识 第二 也是行识 就是 问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这些被行识的机密档案 就会 解密 甘乃迪和马丁路德金 当时的案件 当然有非常多猜测 记得当时还说 甘乃迪和马丁梦路德金 有这样的故事 是吗? 是 其中一个秘密情人 南亚 想搞定了这位总统 是 因为 要 有些过节 当然不少阴谋论也认为 两个人被行识 可能是CIA做的 暗中策划 这个最厉害 原来 这个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也是美国收听了第一的 播客节目 特朗普也说 我曾经 解密过部分文件 但是包括当时前 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人 有不少人就劝我 不要完全公开 为什么不敢完全公开 不知为什么 当然 特朗普就说 当时有人打电话给我 阿Dano 不要这样做 最好不要做 我也接受建议 没有完全公开 不过 如果这次我当选 对不起 我一定会把全部档案 公开给人看 特朗普也说 公开机密主要 需要 考虑的是否涉及 在世人士的 个人资料 以及可能涉及 国家安全的 敏感资料 当然 甘乃迪已经走了 甘乃迪走了 甘乃迪1963年 在德州达拉斯 被人打 而 马丁路德金 就在 1968年 田纳西州 曼菲斯 被人行识 两个人 到当世 此时此刻 他们 这些案件 有很多疑点 所以就有很多阴谋论 是吗 他不跟 马丁路德金 即是 是不是 快必 这个谭德智 讲的那位 都是民权领袖 马丁路德金 就真的知道 什么人搞定 就是他以前的支持者 以前的伙伴 但是这两个 马丁路德金 还有 就是 约翰金 金乃迪 很多阴谋论 尤其是约翰金乃迪 更加有人说 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策划要搞定他 但是这件事 有没有这样的 吉士 搞定自己的老板 还有 他当时是盛世来的 金乃迪 大家对他的 观感是好的 其实2013年 美国一行民意调查 超过一半美国人 只是51 就觉得 金乃迪被拉低了 一定是一个巨大的 秘密组织策划 只有 25%的人 相信官方的说法 这个也挺个人的 哈哈哈 当然 这个 特朗普在造势时 说了很多 他 也在纽约造势时 又是 这次正路点 捧出了 一个 非常出名 新自由主义的捍卫者 和戴卓尔夫人 砌名的 朗努列根 神主派 神主派 而且 这个前第1夫人 可能之后 做第1夫人 梅拉里亚 罕见地 出面 去撑老公 说是否 他生气了 因为很多官司 亦都说 和别人有一腿 就是这个 这些暗口废 做世活动 也很少出 全部是 特朗普自己上阵 但这个就有他 对了 亦都有他的 明言 特朗普说 Carmen You are fire 不知道是谁 是被人解除的 他刚才想公开这两宗 机密资料也对 因为他的支持者 对这方面有些癖好 相信任谋论 还有你不要忘记一个人 一个人支持他 对了 他的侄可能很想知道 对了 究竟当年 大伯怎么没有了 是吗 罗伯金乃迪 这次亦都可以说是助选的 说回罗伯金乃迪 亦都是 离世于非命 所以说 他家族受到诅咒 他是爱尔兰人 其实美国 几个地方来的人 势力很强 犹太人 爱尔兰人 还有德国人 阿钦是德国人 就是德国人 看回当时 德州之行 由于甘乃迪 由于他在民权问题上的立场 在大多数南方州份 他都很难取得 选举胜利 所以他就决定 将投入特殊的努力 拟拟佛罗里达 和德州的支持 而在杜特达拉斯之前 他亦都在11月18日 访问了佛罗里达州 闲泊湾 还有卖阿美的 你知道阿钦是常常去佛州的 亦都在那里 向很多人 说了他的东西 亦都说了拉丁美洲各州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听到佛罗里达都是拉丁名字 其实 很多古巴和其他西域系的人 在那里居住 但很奇怪 他们西域系的人 很多人都投阿钦 尤其是古巴移民 共和党也是古巴的 古巴难民好多 Ted Cruz 就是赫鲁兹 还有就是Marco Rubio 他很搞笑反移民 是的 但是他们那些人 没错 看回整个 过程当中 金乃迪 所有心脏的 机能都停止 并且在美国中部时间 被行识之后 就是在神父做完 因为他是天主教徒 没记错 在临终 祈祷之后 正式宣布他没有了 正式宣布他没有了 当然 也 其实他们是有法医的 最大争议就是那些人不相信法医 当时 当然他总统空军一号 总统专机落在华盛顿特区 没有多远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金乃迪的遗体被送到 贝迪斯海军医院进行 法医的检查 被法医检查 送到那里 应该是 金乃迪夫人的要求 就是 为什么要送到海军 因为金乃迪 其实他是 做过海军军官的 他女儿 来了我们这儿做大使 他来过我们 太平洋地区 服役过 也是 后来 进行了法医的验证 在三项的检查当中 医生发现有一个小孔 在来 总统头骨很近的地方 这个小孔 同时 在他的右脑脱出点 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伤口 其实 这位 检察官 George Ford 宣布他的法医结果 就说 伤口位于背部上方 后来 就变成了位于颈的底部 当日这个声称 是跟阴谋论 他就说 跟阴谋论没有关 你说这句话人家就觉得 不过我可以逗得 因为我经过法医的认真验证了 初步的不适合 对不对 再仔细一点 的说法 一个是背部 一个是后脑下方 因为 笼统说的是背部 准确说就是脑部下方 没错 看回联邦调查局 当然 是第一个完成官方 调查的权威机构 在案件发生几个征头内 局长 也说我们需要 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向 美国人向全世界 说明 那位动手的人士 就是叫 奥斯华 当然这个奥斯华 调查期间 没有了 是的 是 他是被捕的 是 然后调查期间 没有了 奥斯华 是没有重新被 是没有再被重新审讯 因为在 两天后 他就被 送到 是 转送的时候 被一位 又另外一位 Ruby 傑克努比 这样 辣低了 当场没了 其实 他在 林忠池说 我是替罪羞样 对 我只是替罪羞样 所以 为什么 你要搞定他 是不是想掩盖一些东西 是的 所以 联邦调查局说 我们一定要让世家知道 因为他也知道 你突然之间 这么重的犯 被另一个人辣低了 大家相信是我们做的 后来 一张路人拍摄的照片发现 一位外貌 好像奥斯华的人 其实在 甘乃迪被行食前几秒时 就站在 路边的人群当中 似乎可以说明了奥斯华 当时并不是 在教科书 大楼六层上面的 因为他在上面肥落 但是这张照片 真是难辨 奥斯华其实在1956年 也得过海军陆战队 特等的 射手的资格 非常地 所以现在 究竟川普 如果开了就过瘾了 那些人的阴谋论有多少適合 马迪路德金也有同样的争议 亦有很多争议 究竟是怎样搞的 好,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